大家好,这期视频是一字四书体的第三期,写中字和明字这两个字,它得行书、草书、楷书、传书四体一块书写 实际上呢,是在领古人的字帖,为了进一步提高书法水平,经常会多体一起练习,吸收各家各体的营养 有人说练会了一个书体,就会写其他书体,这个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因为每个书体,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,笔法和解体都是不同的 应该说呢,熟练了一个书体,控笔能力和协调能力确实是提高了 那么在练其他的书体的时候呢,手就不会抖,使用毛笔的基本功就扎实了 在练别的书体,比初学者呢就会轻松一些 凯书当中,欧阳荀,他的九成功,法度三严,凝重沉稳,节字险进,非常的规范 而草书呢,则是笔意洒脱,点画相连,笔画省略 尤其是狂草,笔是狂放,挥洒舞墨 行书是介于楷书、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,是在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那么行书的书写呢,比较流畅,笔法简洁,点画可怜,方圆交替 比凯书呢,省略了笔画,出现了千丝连带 而传书则是笔笔中锋,起收藏锋,形态对称,粗细变化不大 所以个体有个体的特点,用笔不可能一致